如果你可以咬我一口的话 我就是你的人 这只单身了60年的僵尸 竟走了桃花运 于是他赶忙起身 将女人打包带回了家 这个女人本是一个富家女 而他之所以想让僵尸咬伤 是因为不久前他身患绝症 已经时日不多 如今他只有被僵尸咬伤后 才能获得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让自己永生不死 然而恰巧的是 这天他在餐厅吃饭时 无意中 从一个探险队员的口中 得知了僵尸的存在 据传闻 在河南省的丰门村 就常有一只以血为食的僵尸 但如今不知传闻是真是假 几天后当初的那只探险队 便想要驱车 前往丰门村一探究竟 途中他们还找人询问 丰门村的情况 而贩卖雪橙的婆婆听后 却百般劝住他们进村 还说丰门村里 真的有僵尸存在 进去的人都会必死无疑 随后婆婆还告诫他们 只要你在评论区 at一个冤种朋友过来观看 就能得到神灵的庇佑 但捉死的几人根本不信 反倒是继续朝着村子的方向驶去 可等到他们刚刚离开这里后 得知了僵尸存在的富家女 就尾随探险队跟了上来 老太婆啊 知道江车村怎么走吗 但诡异的是 这回婆婆却态度大变 不仅告诉了富家女具体的地址 而且她见富家女怀有身孕 于是便亲自带她前去 随后探险队顺利地来到了丰门村 可这里却显得异常没落 周围更是没有一户人家居住 并且更加甚人的是 地上还被人撒下了满地的糯米 更是有一种难闻的穴位 但下一秒 村长突然出现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当村长得知了几人的来意后 还没等他们多加解释 村长就当场否认了 这里有僵尸的存在 而之所以在地上撒满糯米 其实是为了喂养村里的家禽而已 可夜幕已经缓缓降临 本想直接赶走他们的村长 也只好暂时收留几人一晚 然而探险队员却冥冥中觉得 村长说话时的行为举止很是异常 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势必想要进村以探究竟 于是其中的胆大妹趁着深夜 便以自己上厕所为由 趁机逃离了村长的视线 然后开始在村里 寻找这里的蛛丝马迹 然而当他打开一处荒废已久的老宅时 竟看到里面有一个低头玩耍的小男孩 胆大妹见状 先知给了男孩一个血尘 然后便想询问僵尸的下落 但不料男孩再看到面前的血尘后 突然发疯似的怒吼了起来 而他嘴里还露出了两颗十多米长的尖牙 就在男孩即将扑向胆大妹时 幸亏村长闻声及时赶了过来 然后他急忙挥出手里的神符 这才暂时将男孩镇压 果然这个村里真的藏有僵尸 而另一边不知死活的富家女 也在婆婆的带领下 找到了另一具僵尸 你就是僵尸 你找僵尸干什么 听说被僵尸咬 可以长生不死 长生不死